新北市板桥这一栋社区大楼爆发了群聚感染 那么全部都是集中在B栋 分布楼层呢在今天也曝光了 燃烟的民众呢是集中在10 11还有15层 这三层楼再加上今天新增的这个确诊的装修工人 他呢曾经在这三天呢进到社区里头 而且呢他就是在10楼来施工的 所以也让这整起大楼累计的确诊者已经来到7个人了 虽然指挥中心针对客户梯已经进行了环境裁剪 但是呢都是阴性 不过有医生就认为了 电梯内的按钮如果经过消毒 病毒量就会减少 而像是这个空气中哦 包括病毒的飞沫啊或者是气溶胶等 细悬浮为例 过了几天之后可能也会咽不出来 一早住户来来去去 有买早餐也有倒垃圾的新北市板桥 这处社区大楼爆发群聚感染 确诊者分布楼层曝光 全集中在B洞 其中10楼为9号新确诊的装修工人 负责施工的楼层 同一层还住了麻醉护理师 而埃及爸爸一家三口住在11楼 再往上到15楼 则住了另外两名染疫住户 累计整栋大楼已经有7人确诊 指挥中心针对环境进行裁剪 要找出究竟是如何酿起这起社区跨楼层染疫 不管是幼儿园或是这个住宅大楼 在环境裁剪目前都还是阴性 我裁剪这是公共区域 指挥中心口中的公共空间指的是客户梯 不过有医师认为空气采样得在事发后 没多久进行 一旦过了几天 病毒飞沫气溶胶等细悬浮为例 就可能会验不出来 被感染的时候 它是那时候的一个我们叫做气氛微粒 如果说刚好那个时间点有 两天没有的话 当然就验不出来 所以我们被消毒过 因为这种大楼出事之后 一堆地方都在消毒 在一个消毒的情况下的话 病毒的阳性率就会更低 要维护通风 尤其在胃疫 通风绝对是一个可以减低传播力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言下之意同动不同层的传染途径 电梯密闭空间还是最有可能 另外碰触公共场所 包括电梯信箱等 手部都要消毒清洗 别让病毒有机可乘 记者正好不得